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组合叫双翼组合 名字叫王毅玲 王毅燕姐妹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甘肃兰州的双翼组合 现在就读于兰州女子职业中专的王毅玲 王毅燕姐妹是一对双胞胎 因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翼字 所以给自己的组合取名为双翼 在学校里 姐妹俩学习训练是最刻苦的 同时参加许多的校外活动也是她们最为积极 因为姐妹俩认为这是她们认知社会的最有效手段 作为李勇的铁杆粉丝 时不时模仿李勇主持节目 是姐妹俩在学校里最拿手的好戏 有幸参加《非诚6加1》 除了同学们的祝福之外 姐妹俩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拉票方式 我们喜欢唱歌跳舞 所以组成了双翼组合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 就赶快支持我们吧 我会请你们吃兰州 兰州的牛肉拉面 蛮腹的横呢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当我开始偷偷的哭泣 爱恋你不忙舍万缠起时空的情绪 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 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 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就让我偷偷的想你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当我开始偷偷的哭泣 爱恋你 你不忙舍发缠近时空的情绪 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 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 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就让我偷偷的想你 偷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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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你两个辣妹 你两个辣妹哈 勇哥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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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俩 对 但是我看你俩长得双胞胎嘛 应该长得比较像 但我觉得你俩一点都不像 一个长得像爸爸 一个长得像妈妈了 谁长得像爸爸 谁长得像妈妈 我长得像爸爸 我长得像妈妈 一个长得像爸爸 一个长得像妈妈 现在现场上的朋友 你们来猜一下 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你说 你说 这位说呢 长得像妈妈的是姐姐 穿黑色鞋子的世界 穿黑鞋子的世界 凭什么呢 就是姐姐比较好动一点 妹妹比较文静一点 我觉得这样 这是姐姐 那是妹妹 后来这位女士说靠感觉 那现在我说 一 二 三 姐姐向前 跨一大步 一 二 三 你说你傻眼神 我知道双胞胎呢 有这个心灵感应 因为很多书里面 不都会写吗 双胞胎有这个心灵感应 我们要不要现场做一下 这个心灵感应的测试 好不好 你们这样 你冲我这 你背靠它 背对背 有一点距离 现在呢 我把你们的麦收掉 我们会放一段音乐 看他们俩的动作呢 是否相似 按音乐的这个理解 互相不要看 来准备 音乐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外的大火当中 当时他们姐妹俩是12岁 父亲就离他们而去了 大火过后 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 父亲留下的只有唯一的一张照片 而且这张照片还是一个大合影 这是很小的这张照片 你们来认认哪位是你们的父亲 这个 这个 是这个吧 对 还能略约记起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你们心目当中 父亲一直在我们心中非常的思想 很思想 我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内向 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心上 他就会默默地关心你 照顾你 好了 我们 不过多说这件事情 但是呢 毫无疑问 父亲都离开 那么 方才我讲他们才12岁 可见他们的母亲 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双胞胎姐妹两岁时 他们的爸爸就被查出 患上了严重的脑瘤 这是姐妹俩在幼儿园演出时的照片 角落里这张模糊的笑脸 就是已经患病的爸爸 也是爸爸生前留下的 唯一一张照片 当时呢 听起来的时间 我想说我就还在什么 日落口点 我就这样是听起来的 如果说你一个好姑姑呀 一个好老子呀 或者说一个大胆 再一个爸爸 那可能我也就听不过来 那我就只好看着两个姑娘的 脸上就这么样 我听 最难 最苦 我都要过来 我又想着把我的姑娘 两个好成功 曾经在父亲病情 有所控制的几年里 姐妹俩过上了一段快乐的日子 但2001年家中的一场火灾 最终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也烧毁了家中的一切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 没有文化的妈妈 咽下泪水 一个人负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摆地摊 卖菜 卖冰棍 妈妈付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给两个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知道 还是哭的 哎呀我觉得比起别的孩子 我知道那个孩子还是哭 在这个生活上 因为在这个揽动上 还是哭的孩子 靠着妈妈的努力 家里的生活虽然清贫 却很安稳 然而到了姐妹俩该上学的年龄 妈妈又愁得整夜睡不着觉了 女儿子的时间那会儿都贵 有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我当时交学费 我都知道那老师可乡 我都知道还有的车 有的车 交学费的时候 他就说是问我 说吴老师能不能 我先交一部分 我说怎么呢 他说我们两个一起交 一次交那么多钱 我妈交不起 后来他妈妈又跟我谈了 我说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叫我的孩子 要把这个学费删出来 我再哭再厉 我都要叫他把这个学费删出来 要强的妈妈借钱交上了学费 妈妈的艰辛 两个孩子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所有的老师都告诉妈妈 两个孩子有艺术天分 为了让这天分不被埋没 买不起演出服 妈妈就自己为女儿缝制 随着姐妹俩慢慢长大 取得的成绩也越来越多 现在孩子们要来北京了 妈妈的心中充满了牵挂和期待 到时候只看 但是我也想看 但是我只觉得 我这镜子上就是很困难 就说多少年了 都哭着脑过来 现在我只能看着 我的姑娘在的 我台上 能跳能唱 我就很满足 我也不失望 他们成功是怎么样 是失败是怎么样 我都不失望 我失望能在的 在舞台上我能开到能听到 我就很满足 我就准备要去了 刚才你们的母亲说了 因为可能是经济问题 只是希望奢望啊 在电视上 看到你们在舞台上 有很好的表现 也不求得什么成功 不要把成功啊 或者失败啊 看得太重 现在你们俩啊 每一个人 对我的妈妈 说一句话 你先 妈妈 您辛苦了 我永远爱您 永远是您最听话的女儿 一定会好好学习 任您完成自己的专业课 三年之后 考上理想的大学 妈妈 每当我看到你两病 两病的摆头发的时候 我的心里很难受 要不是我们两个拖着您 妈妈 在这里 我谢谢您 我谢谢您 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曾经就说过 《非诚勿扰》的一个标志性口号就是 既然有梦想 干嘛你不来 《非诚勿扰》的舞台呢 就是为很多人圆梦而设置 现在我们有请 双亿组合的母亲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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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 风尘扑扑扑的 谢谢 今天前度 迢迢来盖上姑娘 在了这个 《非诚勿扰》的这个台上 我也很满热 您干嘛带了这个 一塑料袋的这个饼呢 我从中度来 回的时候 让他们在火车上去吃 来的时候 走的时候 这个食物都准备好了 经济的确不宽裕 经济上确实不快乐 但是 你也不快乐 孩子你也不想吃 那个天生 不过您刚才在这个 短片当中啊 和我们的这个 记者导演啊 说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您用您的坚强 您的坚持 让两个女儿呢 有了幸福的生活 和快乐的学业 现在您可以亲眼在现场 看到她们在台上 非常精彩的表现 在她们才艺展示之前 想对两个女儿 有些什么鼓励和祝福的话 我现在到这个现场来 我就感觉到非常高兴 我感谢是非常旅家日这个舞台 它成功不成功 都是两回事 我就感谢这个 非常旅家日这个舞台 感谢的导演老师 感谢评音老师 谢谢 那就带着对母亲的期望 嗯 现在也看到母亲了 想送什么歌给母亲 送什么歌给观众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手隐形的翅膀 送给现场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希望她们永远的坚强健康 愿天下的母亲永远漂亮的年轻 好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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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但莫非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嘹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凌亡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平心的翅膀 让梦恨久的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象